嗨,朋友们好,我是老简观世界,今天又见面了 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话题 人间智慧有高低,世上智慧分善恶 那么朋友们,我们说这个人间的智慧呀 它为什么有高低 那么人间智慧为什么还要分一个善恶呢 其实我们这个平常人,我们说这个智慧 这个肯定是有高低的 比方说我们有些学生他生来就智慧就比较好 也就是说这个智商比较高吧 有些人就是学霸,是不是他的成绩很好 那么各种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那么我们说这种人他的智慧是很高的 那么有的人呢,这个学习就要差一些 那么在工作上这个学习 这个工作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要差一些 那么说人的智慧呢,他就会显现出高低 但是我们说常人的智慧呢,都是这个凡人小事 这个不会爱大事,是不是 因为你是这个民间本来你的这个地位 或者说人生的这个处境环境啊那些 都是很平常的这些地方 所以说他不会爱大事 但是我们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大范围来看啊 一个国家智慧 或者说一个民族的智慧 或者说一个握有大权总统级这种人的这种智慧 那么他们就不相同了 因为他不仅会影响到一个地区 或者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或者说大一点就是一个国际社会的 这个运行的轨迹 我们比方说这个当年的希特勒 他自认为他的轨迹 他的这个智慧是很高尚的 他要用他的这个主义来统治全球 要把他的主义推向全世界 那么他认为他的这个智慧是很高尚的 但是我们全世界人感受的却是 他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是战争 是灾难 那么他的这个智慧 就是一种邪恶的智慧 包括日本帝国主义 还有当时的意大利 他们的这些智慧 都是属于一种 影响范围极大的 这种邪恶的智慧 那么就是说 他没有用在这个正义上的这种智慧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这个近代的这个美国的智慧 那么美国的智慧 他有一个这个非常非常的 这个自私自利的这种智慧 叫做美国优先 是不是 全世界人 地球人都知道 这句话是 美国前总统这个特朗普 这个是大张旗鼓的 是说出来 给全世界人听的 那么全世界人都听到了 是不是 特朗普的智慧 那么我们看起来 他不是很高 就是明着来打贸易战 是不是 给你明着来 但是现在的这个拜登 他的智慧也不同 他是这个私下里 是阴招 是不是 按着来 这个明着干 你不知道他私下里这个 他的智慧 他的思想在想什么 因为要下一步 他做出来 你才知道 那么他的这种智慧 就是一种 阴险的智慧 他们这种智慧 这个自私自利的智慧 那么他们是会给全世界 带来灾难的 我们说这种智慧 也是一种 邪恶的智慧 我们再来看这个解放前的 这个蒋介石 他的这个四大家族 他们的这个智慧 那可是不得了 因为他们四大家族 这个掌握着 咱们中国的这个国有的 这个所有民族的 这个资产 都掌握在他们四大家族之中 这个根据当年 这个美国联邦调查 这个调查发现 这个孔祥熙和宋子文 他们在美国 纽约旧金山 还有这个西雅图波士顿 他们两个人都存有 这个大量的 这个巨额的财产 他们就是把 我们中华民族的 这个血汉 这个财富 转移到外国去了 我们说这是败家子 汉奸卖国贼 对不对 他的这个智慧 是非常非常邪恶的智慧 还有蒋介石 宋子家族 他们的这个 有些很多财产 他们是大额的 卷到了台湾 最后留给中国人民一个满目疮疑 灾难 深重的烂摊子 那么我们说 他们的这种智慧 也是这种一种 邪恶的智慧 过国殃民的智慧 但是我们纵观全世界上下五千年 具有大慈 大爱 大智慧的 只有毛主席 因为毛主席 他是最爱人民的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主席的智慧 他来自于 他这个深厚厚重的文化底蕴 他熟读经书 熟读中华民族近代史 光是资质通鉴 毛主席就读了十七遍 毛主席 他的智慧 是来自于人民群众 一切从群众中来 一切依靠群众 一切动员群众 毛主席在视察农村时 这个有人给他汇报说 他的农田里 这个大谷谋产 一万斤 你猜毛主席 他相不相信 毛主席 他自己就来自于农民 难道他不知道 这个大谷 在那样的生产环境之下 能谋产一万斤吗 毛主席回到这个村里头 然后进了办公室 就召集当地的这个官员开会 毛主席就严肃的问大家 你们信不信有上帝 当时这个在座的官员们 是你看我 我看你 谁也不敢说话 但是毛主席后来就自言自语的 就说你们不信 我信 这个上帝就是人民 谁惹路了上帝 上帝是不留情面的 他必定要垮台 毛主席就是这样的 接近人民群众 走到人民群众之中 去了解真正的 人民之中的民情 去了解人民的疾苦 这就是 谢谢各位观看 再见